瑞呆六跟王岐山那是生死兄弟 第一个高艳艳和王岐山朱英来 成了所谓的中国中投 30亿美元立马投向 叫做Blockstone贝斯通 贝斯通的老板就叫虚门 也是把七个要遣返 第二个就是投向50亿美元 把中国国家政府的钱 给了所谓海外基金管理的 就是他叫瑞呆六 调水基金 累计一万亿美元 中国的前一万五千家企业里边 几乎60%的投资 跟新疆优越股有关系 和新疆矿有关系 内蒙古有关系的 和西藏有关系 几乎百分之百 瑞呆六对 而且很有可能 他都是唯一 所有中国科技股 这是共产党有关系的 几乎没有没有 瑞呆六对 就是王岐山今天能活着 高艳艳能活着 朱英来能活着 那朱英来跟瑞呆六关系 那就是亲爹跟儿子的关系 不是中基斯特别 这个美国佬 这个家伙是要出大事的 他一定会受到美国的审判 这哥们对中国人的伤害 远远超过了 一个国家对中国的伤害 这就是拿钱干 我到现在还要在美国 搞共产财富 我在四年前说 大家觉得我放屁是吧 说他都活不几天了 怎么还能把共产主义 搞到美国来 包括日本人 还有法国朋友 有个视频上说 Miles 你说你干代共产党 你就够有勇气的了 希望你这个梦 一直做下去 另外一个他说 你会对他伤害 你干代共产党我不相信 但是你说共产党 要把共产主义 搞到欧洲来 搞到美国来 这个玩笑还太大 他没有人相信 但是他今天他们看到了 他很不愿意看到了一幕 共产党不但有被灭 共产党正在中国搞共产财富 在美国在全人类搞共产财富 而且是谁在搞 是你美国最有钱的人 和法国最有权的人 英国最有钱和最有权的人在搞 而且是你们白人 啥叫共产财富 共产财富和共产主义 看看共产党 现在把共产财富的解释 也就是让80%的所有人为名 把20%的经营财富 无偿的得到 而且不是和平的得到 是通过法律 强制性 暴力 流血 就像中国当年 刷掉260万地主 最后把所有地主 的地和钱 全归了共产党 他并不会把财富 发给穷人 跟穷人半毛钱关系没有 你上学造付钱 你买裤衩也付钱 你买面包也得付钱 你加油照样付钱 关键这钱给谁了 这钱把过去这些资本家 享受的财富的空 让你补上 第二 进行财富再分配 又分配到他们自己的 极少数精灵 过去的20的蓝领和白领 分到0.2%和2%人手里 所有的共产财富 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到几个家族去 而不是共产的绝大多数80%手里